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又见面了 有些新同学 大部分都是老同学 我们开讲之前 我想几个基本观念 我们要厘清 佛教的历史很长 传到中国来都将近两千年 从有记载 我是把它分成传说阶段 有四百年 信史阶段以来 已经一千八百年了 从安斯高翻译经典开始 算是信史阶段 混了一千八百年 以后我们对佛法的认知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误解 一个很简单的跟各位讲 学佛跟修行啊 是不同样的东西 不同样的东西 而我们都混在一起 学佛就是修行啊 学佛跟修行不一样 学佛叫达玛 达玛叫正法 修行啊叫慕许 慕许啊是心法 在中国啊 大家都讲心法 其实他们讲的心法 都属于达玛 属于正法的部分 不属于心法的部分 学佛啊 这个正法啊 会让人家产生一种遐想 什么叫遐想啊 就坐在那边啊 做白日梦 想要修行啊 我会成就啊 成就以后啊 可以坐在云端上面啊 几天不下雨啊 我心念一动啊 他就下一场甘露 天气太难啊 我就啊 想一下啊 就 拨云见日 阳光普照 都是 都你想的啊 你怎么样可以 拨云见日 阳光普照 那个你不管 你怎么样可以坐在云端上面啊 那你也不管 反正想 想起来就 自我感觉良好 学佛就有这个好处 人家欺负我的时候 看开一点啊 放下啦 这个叫做观念一转 我就超越了 这好像也不错 那反正就被欺负嘛 反正啊 钱都已经损失了 反正就算了 看开就好了 看开就好了 都没事 都没事 好像这样学佛就很好啦 是这样吗 我们仔细想一想 这叫修行嘛 所以我们弄到最后啊 还是回到啊 春庙里头的 摘教系统里头去 那个叫民间信仰 一直委屈自己 就表示修得很好 这个是正法中的一种概念 你可以有无限的遐想 成佛是什么样子 那你不管 反正坐在桌上的都是成佛了 我们坐在椅子上的都是凡夫 那你看你敢不敢坐在桌上 那又怎么样能够轮到我们 坐到桌上去啊 那你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 那个部分啊 就叫心法 或者叫行法 它跟正法是完全不同的 正法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心法是一种生命的改造 你要转凡成圣啊 是要经过生命改造的 生命改造的心法 它是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 你这个第一步没有踏好 没有下一步 所以禅宗里头一直讲 照顾脚下 照顾脚下 你必须一步一步走过去 所以下手处就变成很重要 心法一定有一个入口 你假如找不到入口啊 心法就没有启动 所以大家修了半天怎么修啊 都不知道 那师父叫我拜我就拜 师父叫我持咒我就持咒 叫我念佛我就念佛 叫我诵经我就诵经 这样叫修行吗 大家都没有去求证了 反正师父说 那师父跟你赴英国嘛 没有人去问过这个问题啊 言诺王来的时候 你说你去找我师父啊 他又带我出三界 怎么又把我带到你这里来了 对不对 没有一个师父会跟你负责的 甚至于你在言诺王那边 你还遇到啊 师父你怎么在这里啊 师父说 我也不知道我师父教我的 怎么帮我教到这里来啊 这要怎么办呢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记得我刚学会的时候 去问那些师父们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可以问你师父啊 他说我问啊 他说他也不知道 我说你问他的师父啊 他说他的师父没教他 然后一 theological的 MIT 都涮涮涮涮到 repro kill 那不是这样 我们的一些佛是ow 寻求出三界了生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目标 这叫出口处 你的出口对嘛 你也不知道 了生死 怎么了生死 我看这个才是重点 出三戒 又怎么出三戒嘛 我们也知道苦极灭道 那个红尘很苦 我要到涅槃那边去 是啊 如何到涅槃那边去啊 没有啦 一根棒棒糖给你 好好念佛 那你就可以到那边了 真的吗 我想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有一个一般的 我们叫四大原则 要客观的观察 如实的登记 冷静的分析 公正的判断 这是一个独立的人品 健康的人品 跟成熟的人品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五大败笔 自己感觉良好就好 人家说 师父说 经典说 佛陀说 某某法师说 捐几张床铺啊 病床啊 病床啊就可以往生极乐了 或者说 每天念食生活 向西方念 就可以往生极乐了 真的吗 你有没有想过 向西方 什么叫向西方 早上七点的西方 跟晚上七点的西方一样不一样 你大概地球都不动 对不对 那西方是怎么算的 是冬至的西方呢 还是夏至的西方 你大概都没想过啊 所以西方应该不是方位的西方吧 对不对 一讲方位的西方 你一定有问题啊 地球在自转 也在公转 所以你的西方就变成不定方了 对不对 我想读过 不要说国小啊 读过初中以上的人 大概都知道有这种现象 你现在还讲 那种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是很可笑嘛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基本认知 必须有一个基本认知 那么我们学佛几十年 或者刚在学习 学佛啊 就叫学佛 达玛这个地方啊 是一种人生的摸索 让我们了解到 红尘的世界跟生命是什么样子 那听说 我们只能叫听说嘛 有一个涅槃的世界 很美的 没有无常的逼迫 没有时空的这种变化 我们在这世界 常常求不得 对不对 我爱的偏偏要离开 我讨厌的老是跑到面前来 对不对 那这一种啊 爱别离愿真会 求不得 这些苦难啊 一直在我们周遭发生 那听说有一个地方 处处可以满意的 那个叫内盘世界 那只是这样而已嘛 那这个部分啊 这种认知跟观念的转变 我们就叫正法 正法的教育 那现在是 我们要谈的是 要怎么到内盘世界去 怎么样转凡成圣 这个方法 有没有 我要内盘 要怎么样到达内盘的目标 我要破五米 我要怎么破五米 对不对 我要往生极乐 那我要怎么往生极乐 这很显然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是一种生命改造过程嘛 不管你讲往生极乐也好 不管你讲了生极出三戒断烦恼 正内盘都好 名字不一样啊 目标应该是一样 所以他讲法有不同 那么刑法呢 只有一个 讲法有不同 叫做方便有多门 八万四千法门 可刑法只有一个 叫归远无二路 一路内盘门 只有这条路 那这条路的入口处在哪里 这就是关键了 当我们学佛以后啊 经过一段时间开始在摸索 要由学佛的正法转到修行的心法上来的时候 就发生一个问题 这修行要怎么修 大家都在修啊 吃素的也说在修 吃戒的也说在修 晚上饿得要死不能吃 叫做吃灾 八观灾戒 他也在修 诵经的也说在修 念佛的也在修 拜佛也在修 持咒的也在修 那这些修到底是什么 算吗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 还有抱着普团卧在那边 动也不动 搞个几个钟头下来说 不错不错 两只脚快断了 他就打坐 坐在那里打瞌睡 他说在餐馋 睡饱了 他说很舒服 定静很不错 那都不管 那整个社会啊 普遍的都说 这些都在修行 跟各位讲 跟修行完全无关 这顶多只能够说 都在摸索 这都在摸索 因为他用心用不上 坐在那边 胡思乱想 那有没有一些收获呢 当然都有收获嘛 不然你不会天天在那边做嘛 诵经的也一样啊 诵了几十年下来 还是会一无所得 唯一的就是 早上起来啊 要不诵经啊 今天就觉得怪怪的 做什么都觉得怪怪的 原来没有打卡 那一天上班是白班的 晚上睡觉也是一样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 睡不着 一想啊 原来网课还没做 赶快再爬起来网课做完 躺下去就睡着了 这为什么 他已经养成一种惯性 你说他不对嘛 他也没不对啊 那他到底哪里对哪里不对啊 我们一直搞不清楚 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大家都很认真过 而且你的认真还不是假的 是真的很认真 认真什么 跟马英九一样 认真搞错 这些好人喔 专门做坏事 把事情做坏了 他不会干坏事啊 就是把好好一件事都搞坏了 就好人 就把事情给弄坏了 他不是去做不好的事 他好好一件事啊 他就给弄坏了 这个是很麻烦的 我们佛教徒啊 大概每个人对自己的期许 都跟马先生一样 好好一件事给他干 他就硬是把他搞砸了 那这样不是很冤枉吗 第一个冤枉的就是 把正法跟修行搞不清楚 这是最冤枉的 那么《詹茶三二月报经》啊 他刚好做这么一件事情 这个《詹茶三二月报经》啊 是分两卷经文 第一卷经文啊 我们台湾话讲的啊 切切切 别人刺的 那《詹茶三二月报经》啊 一堆刃切切 别人落的就很好了 就是你学了340年的佛法 其实啊 它的一个答案叫做普劳 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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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さ 一有狀況產生的時候 眾人勸他勸不動 別人有事情 都是諸葛亮 都會去人家說 你放下 你要看幾個 等到自己事情發生的時候 眾人勸你沒有用 這就證明說 你的學佛啊 佛法對你來講 叫雜亂無章 雜亂無章 這怎麼辦啊 這就要修行啊 可是我們修行 又從正法的立場去修 是沒有用的 我真的跟各位講 我們自己都摸過了 正法所教的那一些 你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 沒有一個門可用啊 那門都用歪的啦 你如果大人攪下去 你就要一個砰 射在那裡噴去 這叫激情型的人 激情啊 一個 哇 這法門很好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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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要從基礎來 好 那到末法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佛教傳入中國一千八百年了 從元朝的蒙古大軍進入中原以後 真正的修行方法就被破壞掉了 那一百年了 剛好讓中國的刑法 新法的部分產生中斷 產生中斷 到現在啊 失傳八百年了 七八百年了 從一二一三年到現在來講的話 有沒有八百年 你看嘛 當然一開始沒有全部摧毀 可是那一百年就全摧毀了 到朱翁武重新建立明朝啊 已經沒有了 禪中的大師啊 已經找不到方向了 所以念佛法門是明朝以後興起來的 才有倒歸極樂的問題啊 宋朝根本沒有啊 大家都在參禪啊 誰在跟你往生極樂啊 是明朝以後啊 不知道怎麼修啊 所以只好到極樂去啊 我們在看所有的公案啊 他們都從都塞內院回來的 沒有從極樂回來的 所以老和尚兩次被打得要死 他都躲到明日內院去啊 他沒有躲到極樂世界去啊 對不對 這是最近的一個例子嘛 其他就不用講啦 有的話那地獄遊記還有極樂遊記 那個吹牛的啊 那個才有去極樂世界旅行的 他不知道哪個旅行社跟他辦的 我就不知道啊 那麽 沾茶三二月報經在這裡啊 他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正法 進行的步驟啊 都中斷了 也就是說 如經典所講 夢法時期的眾生想要修行 要怎麼辦嘛 那麽 這部經裡頭啊 給我們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也就是上卷的部分 他的建議啊 是用十大願望來做檢驗的 那麼 字卷經文在這地方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啊 你先修前三願 前三願就是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 廣修共陽 要修多久呢 這個部分我們說啊 五十三天的結界 一次就可以啊 你只要不願意的話 兩次也可以 那麼一次啊 或兩次啊 五十三天休息一個禮拜 你再看看 剛好是兩個月 你要四四三次 那就半年嘛 因為這個部分來講算一個法門 叫做共陽法門 因為這個十大願望啊 在華眼睛的語言模式裡啊 其實都前三願為主修 就是真材實料的主修內容 假如你這三願不相應的時候 按照經典的情況 就是禮敬三寶 禮敬地藏菩薩 然後供養念地藏菩薩生號 就是這三個功課 同時啊 你自己發願 要跟一切眾生一起來修 就是這樣的進行 五十三天應該會有相應 假如沒有相應 就表示你有業障 你的業 那個業力啊 現在漲大 它是這個意思啊 那裡頭它設計有一個沾茶輪 我們基本上想修行的人 是不用沾茶輪 只有急性子的人 應該來講是 看看我壽命不多了 要怎麼樣子 能夠確定的人他才會急 那就用輪去沾 因為我剩下不知道幾年 三年 五年不知道啊 可能就要死了 所以就趕快 要不然 我們都假設我們壽命還很長 大概死不了 那你就不必去在意這些 事實上啊 你業障有沒有很重啊 不是你想的 用沾茶輪 是可以來做驗證 這個沒有錯 可是怕你心理上有醫 假如說無醫的話 又怕你自大 所以佛教徒通常啊 真正想修行的人 是不用沾茶輪的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會不會跟算命什麼有關啊 那就是說 你對菩薩沒有信心 才會產生這種念頭 否則根本就不用去在意這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不用 因為你知道 前面三大院去結界一次 一般人來講啊 應該會有瑞相產生 那瑞相就是菩薩視線 它是瞬間的 但是 假如你是一個修行料子的時候 那菩薩的視線在你身邊 最少啊 會有三年到五年的時間 跟你的生活啊 是陪伴在一起的 那種不可思議的狀況 它會一再的出現 讓你產生非常堅固的信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通常是一次的原因在這裡 假如這一次這樣的三大院修行供養 沒有相應 那我就從第四大院 懺悔業障開始 那也就是第二輪向的部分 懺悔業障 那麼懺悔的時候 起始跟 水喜功德 請佛置世 勤轉法輪是一起的 那麼後面三個東西啊 就常學佛學 恆順眾生 普皆迴向 這三大院 是這個行法的一種擴大 也是它的本體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說 這個上卷 其實是十大願望的一種 應用型 一種應用 那麼我們在生活中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所以當你第一次修行 就要我發願 我要修行 不相應 不要緊 你就拜禪 拜禪也是一樣 它的進行原則 還是五十三天的解戒 一天一次 假如這樣的拜禪 夜沒消也就沒相應 菩薩沒獻錢 那我第二次結戒 就一天兩次 就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再不相應的話 第三次結戒 一天三次 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再不相應的話 一天四次 晚上再加一次 因為這裡頭 他把這個拜禪的狀況 規定得很清楚 每四個鐘頭一次 就一天最多六次 你拜到六次的時候 大概就要長期的拜了 就不是兩個月兩個月 拜到菩薩現前 跟你加持相應 那這個時候 最多三年 他一定會現前跟你相應 因為一天拜六次啊 四小時一次啊 你要睡覺都不好睡 要爬前洗澡以後再拜 所以這種精進啊 菩薩一定會跟你相應的 我們說實在啊 還沒有遇到 夜那麼重的人 那除非那些死刑犯嘛 對不對 否則夜怎麼會那麼重 因為這裡頭他講的 有一個東西 你想要真正修行啊 修無相禪定 以及無相智慧者 夜障深厚重的人 沒辦法修 因為你會障礙很多 所以才要先懺悔 這個是 就是講到我們 末世時代眾生啊 的現象 他已經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 你來清理你的業障 讓你好進入下卷的正式刑法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很多人在做 沾茶刑法的時候 一直要沾茶輪 這個是不必的 不必要 你要沾茶輪我們加很多 這老和尚交代以後啊 我們就做了一堆啊 其實他也不鼓勵 他一輩子也沒用過沾茶輪 我也沒用 那大家要用啊 那你當作紀念品可以啦 我是認為沒有必要用 因為我們真的在修行的人 你那菩薩直接視線跟你相應的 這一點最重要 那我師父他是 菩薩常現前跟他講話 我都是他們去講話來找我的 他是夢三是做夢出名的 他是說我做徒弟叫我繼續做夢 然後我從來沒夢過 所以菩薩 菩薩不來跟我相應 可是在生活中啊 菩薩幫很多忙 那個有求必應啊 我們確實是真的感受到 像當時我為了要精進 我跟菩薩講說 我在外面忙死了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忙啊 睡到半夜啊 電話來你還是要趕著去出差啊 那能不能換個 我經濟系畢業嘛 到經濟部去啊 這樣子按時上下班 聽說九點上班 十點到就可以了 十二點下班 十一點就已經吃飽飯了 那這樣我就好修行啦 那你幫我找一個經濟部的工作 就這樣就進去了 那你說怎麼樣 你說要不要考試 他也有考試啊 我是進去以後才考試 他說打電話給我 你是不是要來上班 我說是啊 那你明天來 結果明天去就是考試 考完試 兩百多個人考試錄取四個 我是第四名 吊卡布也會錄取 就這樣子 他考四科啊 反正四科拿來就寫嘛 這不是菩薩安排的嗎 我說要十年就好不要太多啊 十年後我要出家 就剛好這十年要到的時候 他就 物家督導會 把我改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我就被退休了 就不會很圓滿嘛 你就有求就好了嘛 菩薩出現就是這樣出現啊 那十年在經濟部我想說 那要出家 總要弄個房子給他們住嘛 對不對 不然這孩子沒有固定的家 天天都來跟你 要房租那也麻煩 我就跟菩薩講說 要買個房子啊 我一輩子就看那麼一間房子 他說三百萬 我說我算一算 只有一百五十萬 你可以賣就賣 我說趕快跑趕快跑 不然不能被揍 買房子要怎麼還價 我們也不知道啊 第二天打電話來說 好吧 我看你們兩個笨笨的 賣給你好了 我買了三個月以後 那房子賺到九百萬 聽說現在有四千萬價值 那不是菩薩給的嗎 所以你要什麼 你不用擔心 生活上的是 菩薩會處理 修行的事 你才能處理 所以我說人是萬萬不能 唯一能的就是修行 你就好好修行 其他菩薩就幫你處理啊 那我還不信 不信邪 所以 年終獎金發的時候 我想說 到底是買沙發 因為房子買了都沒家具啊 我們都睡地板啊 我是說先買沙發 買 買那個床鋪呢 衣櫃呢 還是要買汽車 因為我要到處講金袍啊 買車子會比較方便 那我就賭一下 太太就說你買車子比較方便 我說假如我有開車的命 人家會送車子 假如沒有開車的命 我買車子會丟掉耶 對不對 那也會折舊啊 那假如我有開車的命 人家會送 他說誰送你車子嘛 我說那就試試看嘛 看菩薩的威神力啊 所以年底啊 我就把家具弄好 到青年節的時候啊 就有同修來行太原啊 我住在天母那裡嘛 他們轉車 找了四個鐘頭才找到 他說這樣啦 我給你十萬去買車啦 啊以後啊 你就開車來我家 不要我來你家 你說沒人 人家就有啦 怎麼沒人 就買車子送你啊 這個是 你要對菩薩絕對有信心 而你的基礎一定要做到 你的基礎功夫沒有 光是表面上要 怎麼講 虛應故事的話 菩薩不會跟你虛應故事的 這是很踏實的一件事 所以拜禅啊是真拜禅 你不用擔心 那這個部分啊 只是讓你知道一個下手術 在這整個過程裡 你會去梳理 會去整理一個真正的心態 修行的心態 它是跟學習政法不一樣的 它不是一種概念而已 這是第一個部分 上卷經文啊 大概談的是這個地方 那麼下卷經文啊 就講到實際修行的部分 這個下卷經文的結構啊 非常像華眼睛 那前面四頁啊 是講本體論 那麼後面啊是略說 非常簡略的說 常觀進行的核心問題 所以他提出啊 唯心是關跟真如是關 匹波之那關跟聖魔他關 這四個關心法門啊 他一並提出來 其實他沒有講說怎麼修啊 他只是把這四個法門的重點提出來 而這四個法門啊 你注意聽喔 你可能沒有留意到 他講的是 唯心是關 真如是關 匹波之那關 跟聖魔他關 你這樣聽不懂 那四個關法嘛 這個涅槃 入涅槃的這種行法是禪修 在歷史上來講啊 從印度來講 是五世紀以前的修法 是禪修的方法 六世紀以後啊 他是托洛尼門 是屬於祕法的這部分 來到中國大概差五百年 宋朝以後啊 托洛尼門開始興起 唐宋之間啊 真正的行法都是常觀的修法 都是常觀修法 那圓以後啊 就被消滅了 那托洛尼門 因為從宋以後開始興起 所以我們看到 後來的刑法 都是密法 那麼常觀的 這個刑法在歷史上啊 它有四個系統 第一個系統是佛陀 親自所教的 叫內盤系統 第二個系統啊 是四清菩薩 從明樂菩薩那邊引進來的 我把它叫做 尋世系統 是在公元前後那個時代 後來傳到西域以後的 後來傳到西域以後的 叫做菩提系統 所以在西域的刑法裡啊 就是各種觀 那麼從唯心師觀 真如師觀 匹薩之那觀 到聖魔他觀來講 深正的關鍵是在西域 形成的大聖佛教 傳到中國來以後啊 就不叫大聖叫一佛聖 這個一佛聖佛教啊 他的常觀法門呢 叫三昧系統 所以他有四個系統 四個系統的指導 各有輕重的不同 他們不是完全平行的 不是完全平行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啊 各大門派在做指導的時候 是有輕重的不同 有輕重的不同 有輕重的不同 那麼這個部分啊 假如各位 你沒有大量的訊息量 你沒有辦法去分析 沒有辦法分析 就我個人來講啊 我是無所不獨啊 雜亂無章啊 跟各位一樣啊 然後啊 就一直想要去竄 竄就有法界大拼圖一樣 一直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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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貼的過程裡 拼圖的過程裡 就慢慢的摸索出 他們有一些系統在 一些系統 到最後啊 發現有兩塊接不起來 我到印度去以後才發現啊 這兩塊原來是出口處跟入口處 中國完全失傳 完全失傳 就最後的成就是什麼個狀況 沒有 那只是了生死出三屆正空性啊 就沒有啊 按什麼叫正空性 什麼叫了生死 那是什麼個狀況 就沒交代啊 正內盤啊 就正內盤嘛 啊內盤是什麼 啊內盤就內盤嘛 你去到那裡就知道 我們還沒去到那裡 你不要問那麼多嘛 講的也有道理啊 所以我們對出口處 就完全不知道 再來一個就是入口處 入口處啊 是完全病在啊 道場的制度裡面 而這個入口處啊 我們也被意識化了 尤其原以後啊 刑法被破壞以後 我們都忘了 都不知道了 比如說 修行最重要的 叫進化工程 進化工程我到印度去啊 他們講進化 對啊我們中國都沒講進化 我們也從來不知道怎麼進化 然後他說進化 我就問翻譯官說 進化到底是 原文是什麼 他叫謝了 特別用英文拼給我 S H E E L 我說謝了 對啊這個字我們都沒有 謝了沒有 謝了沒有 怎麼中國兩千年沒有把謝了 這個進化給傳過來 搞了半天 我說他這個進化 應該是我們的戒律 我們戒律應該是在進化上面 因為對戒律我一直有一個疑惑 我們都太過於意識形態 叫調化 摸了幾年以後才發現 謝了那不是施羅嗎 對不對 施羅不就戒律嗎 我自己會說是戒律 但忘了施羅就是戒律啊 好這個時候才發現 我們在講戒律的時候 通通通在講波羅體摩擦 波羅體摩擦 波羅體摩擦 在阿斯坦Yuga裡面叫外界 那內界是什麼 阿斯坦Yuga 不是有一個外界內界嗎 好了 內界是我們裡面所講的 定供界跟道供界 那你的色律儀界啦 色散法界啦 跟這個饒慾友情界啊 通通是波羅體牧場 這些都是進化的一部分 清理我們色身 身與異業上面的雜質 要用的 阿我們 我們持界不知道在持什麼 也不知道持界的目的是什麼 阿就反正為了戒律 你要吃一頂豬肉你會死 佛教徒怎麼可以吃肉 佛教徒只能吃假肉 對不對 所以有素雞素鴨素鵝素鵝素 搖桂不雞鮮魚 都不敢說頭吃而已 為什麼會有這些五花肉的 還有沙西米 貪吃不敢吃乾脆吃假的 這個都不能達到淨化的目標 不是說吃肉好不好的問題 因為它在清理嘛 所以從清理跟淨化的立場 是要淨化身與異業 淨化我們的身心靈 那你就會知道這些淨化跟清理 就是修行的前行 所以我們叫做淨化工程 淨化以後啊 你會釋放很多的負能量出來 要把體內 深與異業中的雜質 雜染 雜訊 統統給清除掉 所以在清除的時候叫釋放 這個時候一釋放掉 你的正能量會上來 這個叫激發 激發正能量 把正能量激發上來以後啊 你應該會產生內心定 這很重要的啊 有了念心定以後 大概長官的基礎 你才能架構 架構好長官的基礎啊 你會到達念頭產生的源頭來 從這個地方長官才開始 看畫頭 這整個都關鍵在這地方啊 那我們對於這個修行的入口處 沒有弄清楚啊 你怎麼修行啊 對不對 那我們只是想當然了 自己想自己修 那個修法到底對不對 你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在找尋 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大家都會問師傅 我這樣修對不對 師傅說修得很好 師傅說修得很好 尹路王說 你修得好 修得對 尹路王會從生死部上把你的名字除掉 那你才叫出三界啊 你假如還在生死部上喔 時間到他就派人來找你啊 那兩個人一個叫牛頭一個叫馬面 有人把他叫做黑白無常啊 那你假如還在尹路王的管轄之下 你修得通通通不對 通通不對 你要有辦法修到尹路王不找你啊 如果尹路王不找你 那你就生死部上除名啊 這就是一個關鍵 那麼你的行法對不對 這就是關鍵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啊 修行之前啊 也有幾個步驟 在檢驗你 是不是一個具格 具備資格的行責 按照我們經驗在看啊 大概 按照現在的社會學統計來講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啊 他的用心方法不對 用心方法不對 那這些人在修行上啊 他就會有很嚴重的障礙 那就要 剛才講的 他必須要經過拜禅 拜到菩薩相應 這拜禅是一個方法 那你假如不經過拜禅 可不可以 那你就要自我訓練 訓練啊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在用心啊 叫做錯用心 要怎麼樣從錯用心 轉過來到善用心 那這個就是關鍵啊 那你能夠善用心的人 通常在這個社會上 有將近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會善用心的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錯用心的 但是最麻煩的是 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喔 有一大半的人是喜歡跟著修行 跟著宗教走 因為他心靈空虛 他需要有一個形式上的宗教 那這個形式上的宗教 我們一般叫做民間信仰 他只要有個像給他依 所以在歐洲有歐洲的民間信仰 在我們東方有東方的民間信仰 看起來好像都正式的宗教 事實上啊 他的心態就是民間信仰 凡是拜拜要求保佑的 通通是民間信仰 很多人講 師傅你看我這個兒子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你看看啊 給他吃個咒啊 還是你跟他加持啊 我說這樣會好嗎 他說你大師你加持應該會啊 我說你的兒子值多少錢你說嘛 大師這樣加持 你包括兩百塊美金 那你就會把他救好 你兒子那麼便宜啊 是嗎 你想想看 當你帶著這種心態 一直想求外力來加持他 這個外力加持他叫他能 我不能 我不能 你就錯了 他不是佛法 佛法是要教我能 不靠他能 你要留意到 所以佛法教你是 教你自己要成就的 你今天不管有什麼困難障礙 不管是事業健康等等 你都要想求他能來加持你 你根本就迷信 你根本就迷信 就迷信啊 所以這一點是很難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就是你從學佛來講啊 叫錯用心 是因為你產生了很多雜訊 這些雜訊啊 在你來講 你也是一個念頭出來 那個念頭叫獨頭意識 這個獨頭意識就很麻煩了 你沒有辦法處理 你在講話的時候 那邊閃爍一個念頭 那邊閃爍一個念頭 這些念頭 看起來好像都是佛法 事實上完全無關 這個叫做佛力佛氣 這個就很麻煩了 很麻煩 其實在社會生活中 這些人也很多 有80%的人都是這樣 都是獨頭意識 你把那一張看一下 善用其心那一張 這裡頭啊 我大概把它做一個很簡單的分類 一個錯用心 它有兩種 一種是善用心 善亂 亂用心 這個亂用心的人啊 不能修行 他一修行啊 他有敏感體質 他會產生歇視地理 只要家族裡啊 有這一種病實的話 那這些人大概有5% 大概有5% 他不能夠精進修行 他一修行就會出狀況 就會出狀況 這個叫亂用心 這個亂不是他要怎麼亂 他就是錯亂 他錯亂的用心 那麼一般人是 世間人嘛 就是這個善用心 他都獨頭意識 隨機命體 他沒有思維 那你必須要從這個地方訓練到能思維 那這是什麼人啊 政府機構上班的人喔 我不是說你喔 說到你純實巧合喔 因為這些人喔 因為這些人喔 都沒大腦你知道嗎 沒大腦啊 真的沒大腦啊 他是上下班啊 上面交代什麼 我做什麼就好 做完就沒事了 有什麼困難 困難問老闆 就是這種人喔 他不會去解決困難 他不會解決困難 所以當這種人 坐在重要位置的時候 是大眾的不信 知道嗎喔 所以要想有思維啊 他必須訓練解決困難 尤其是解決修行上的困難 他要用 敦厚的人品跟獨死的態度 耐心與勤奮的努力 才能成就無上大業 那你看在生活中 這些人有沒有解決困難的能力 你去注意看看 他遇到困難怎麼樣 腳踏在旁邊很多 跟我有什麼關係 反正天塌下來有人頂著 像這種人啊 他 是社會上的一種什麼 災難 尤其他不能在重要的位置上 不行 你要留意到 所以這種獨頭意識 隨機命體的人 是很普遍存在的 很普遍存在的 那麼你假如是這種人想修行的話 那你要先訓練到 思維 所以這裡 談到這個問題 你要解決困難的能力 你不要光是那種失敗型的理由 你叫他做點事情 那麼一大堆失敗理由都來了 這個人是沒有辦法修行的 他在社會上也沒有辦法做事啦 他只會去找個工作 每個月有薪水就好了 他只會去找個工作 每個月有薪水就好了 那麼這個時候 他還要有一個善體思心 假如不能善體思心 你就不能善用其心 你要體會到心的存在 那是什麼 你要常常反省 我這樣做對嘛 比如拜佛 我這樣拜對嘛 當然對啊 師父教的啊 所以師父教一教 你就去什麼 去跟別人學 聽說拜的時候手要拿起來 去走去走去走 然後拍下去 砰 比較大聲一點 這樣才有效 那你想想看 你就認為說 師父教你的不對嘛 這一種人 喇嘛教你的才對嘛 你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你更進步 然後達到子余之善 你這三個條件是連在一起的 我看我這樣做對嗎 當然對啊 有沒有更好的 能夠更進步的 達到子余至善的有沒有 其實這是一種用心法門 這個用心法門 我們叫心道 心道 各位你在修行當中 不能成就的原因是心沒道 心沒道 我跟各位講 念佛是很簡單的法門 它是禪中刑法中 一種別出奇才的一個法門 我跟你講 你真的能念到一萬聲 就能夠功夫成變 念到十萬聲就會一心不亂 但是不能用念珠 不能用技術器 能嗎 他講得很清楚 第十八大院 十念 絕對 VIP 往生 十念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十念是怎麼念 你不知道 你就會每天早上七點 念向西方 窗戶打開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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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念十聲 每天念一次 這樣就要往生了 大概沒那麼便宜吧 這個時候叫做走路到極力世界 或許可以到 十萬億佛國都外 你走路怎麼到我就不知道 總有一天會走到 他十念是這樣子 你大概要用這個西方椅子都不行 還有火肉椅阿有嗎 那個椅桃阿 四隻腳有四隻肩子 兩隻腳潰在肩子上 你聽懂嗎 台語阿齁 然後你合掌也可以 跌掌也可以 放在膝蓋上也可以 你知道嗎 那你要記得十念是在頭上 頭上念十遍阿彌陀佛 手上按一個 然後在十念再按一個 右手按完了這樣幾聲啊 十聲按一個嘛 唸完就一百聲了嘛 對不對 一百聲以後左手按一個 這個一百聲唸了十次 這邊就按了十次嘛 這樣幾聲 就一千聲了嘛 對不對 一千聲以後呢 右腳趾按一個 按十個一千聲 右腳趾全部按完了 就一萬聲 告訴你到這個地方 你肯定功夫成片 你知道嗎 而且這裡頭你會發現 你會去訓練到 十個阿彌陀佛 應該是呼吸一次或兩次 呼吸一定會帶進去 假如呼吸沒有配合好 你那裡唸佛一定會錯亂 一定會錯亂 咳嗽也好 或者喘氣也好 你唸到三千多聲的時候 你就會亂了 三千多唸一唸 不信你用算的去算上看 不要算阿彌陀佛 你算一二三啦 算到三千多會跑到一千多 六千多會跑到五千多 六千多一直在那邊跑 算到一萬聲你都算不到 所以你這個時候阿 因為手指頭在動 不靠任何的媒介 你必須完全專注 必須完全專注 因為這裡頭稍微一弄亂了 我到底是按到哪裡 對不對 這裡按一按這裡按 按一按這裡按到哪裡 你就全部亂了 全部亂了重來 重來 所以你要唸滿一萬聲 這個三個一隻腳而已 一萬聲只有一隻腳 十萬聲就兩隻腳 所以十萬聲要能夠唸到完畢 四隻全用上 十念幾乎五根通通動到了 頭也用到了 四隻也用到了 才十萬聲阿 所以十萬聲全部到的時候 你一定一心不亂 絕對一心不亂 這個時候要往生啦 不用啦 人家就接你去啦 二十五菩薩來迎 你知道嗎 這不是VIP嗎 他用老實來實來接你啊 他不是辮子而已啊 所以這個功夫是很簡單 可以做 但是你要是有念珠在手上 你一定完蛋 因為你有衣的時候一定打妄想 白念珠念到變黑 黑年珠會念到發亮 這個不厲害 你有辦法把黑年珠念白 那個才厲害 要不然你無法成就 所以拿念珠是什麼 叫莊嚴 那表示我是學佛的 所以這裡也一串 那裡也一串 手上也一串 這裡又好幾串 那個不是 那是莊嚴用的 不是修行用的 修行用的 手上不能有東西 一有東西你就有衣 有衣你就會打妄想 所以你要功夫成片 要一心不亂 絕對不能有任何東西 這個是真修行 真修行 這是訓練你的心 射心的一個要領 那我們 你去試試看 這個大概是腦筋 那老菩薩洗衣服的 在家裡帶孩子的 那種老菩薩容易成就 知識分子靠念佛很難成就 很難啊 我跟各位講 但是知識分子有一個法門可以做 叫心道法門 心要到 對這個法門 這個法門啊 也好做 但是這個心道我們老是心沒辦法到 怎麼樣呢 我以拜佛為例來講 它有一個內壇層 外壇層 外壇層就是佛堂 佛堂嘛 那你要做功課之前 是不是要先上香 要點燈 對不對 要供花 要供水 對不對 你心有沒有到 我跟你講 你試試看嘛 我個人是這樣 香自己做 油燈也自己做 油燈也自己做 你要知道 你自己去做 你就會發現啊 你的油燈啊 會產生燈花色力 你的香爐啊 會有香色力 你在讀經啊 你的經本會生色力 但你心不到啊 這些都沒有 我跟各位講 供茶好了 這樣是不是一個茶杯 這個是最典型的 我們在供的時候啊 要不要這個 你供杯有沒有這個 要不要這個 欸 我們茶杯沒這個 這是西洋的咖啡杯啊 對不對 好 那 那這個沒有問題啦 這個杯子齁 要不要杯拖 要不要杯乾 你有沒有想過 所以你有想到那裡 你大概杯子會一直換 會一直換 因為要杯拖 就要去找一個杯拖啊 對不對 有杯拖的杯子啊 然後要杯蓋 要有杯蓋 要有杯拖的杯子啊 你就 這就是你心到啊 所以 外壇城 你會 會到五金行去 對不對 賣茶杯的地方去找啊 你要杯拖 你就買一個有杯拖的來 然後這回來以後 就發現 尤其那杯子小小的嘛 對不對 啊這一蓋齁 常常怎麼樣 一拿起來就掉了 因為涼著會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會放這樣好 還是放這樣好 這就是你心到的地方 供開水好 還是供茶好 茶是泡完再倒下去好 還是開水放下去 茶葉放下去好 還是茶葉放下去 再倒開水下去好 這叫心到 我告訴你 獨自然都會覺得 哎呦 小事情 青菜啊 所以佛祖吃我們的麵 都青菜啊 連吃這個茶葉也不煎完 有沒有 你有沒有用心去 去做這種服務 服務三寶的工作有嗎 心有沒有到 這就是一個問題啊 共香 共花 都一樣 我共花我就 共到最後 我跟各位講 這種花就不好 幾百盒 為什麼不好 你等它爛了 你就知道 有夠醜 對不對 這種花就不錯 幾百盒 為什麼不好 這種花也好 為什麼 因為它乾了以後 你可以打成粉末做香粉 知道嗎 所以你在共花 你心有道 你就會留意到 我們買叉花的時候 就樹葉都拿來共了 那請問我們在共的時候 能不能用葉子共 你的意思行 都共花怎麼有葉子 葉子能共的話 葉子乾燥以後 也同樣可以打成粉末 對不對 跟檀香粉 拌在一起燒啊 這個時候 你的心道範圍 其實很廣 對吧 我們有沒有留意到 燈 蠟燭好了 點蠟燭就是點燈嘛 那要哪種蠟燭 你有沒有想過 或者就乾脆就買一落回來 天天就點 這樣比較簡單 或者到百貨公司 去挑個漂亮的 好的 還是香味的怎麼樣 這就是心道啊 你都不是啊 就一次喔 一次性啊 就購買一年份的 你根本一年心都沒到 真的跟各位講 你就供養三寶啊 要像服務自己的爸爸媽媽一樣 你要這樣想 那個心道才算道 不然不算道 這是外貪程喔 就夠你忙啦 我跟你講 你要想說 這個燈燈是在佛的上面好 還是佛的厚一點好 還是前一點好 有沒有想過 都沒有啦 反正 這個都是現成的固定的 不能移啊 都是這個樣子 那你心就完全沒到 心道你的彈成會佈置得很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內彈成 內彈成 內彈成就是你的身體啊 拜下去的時候 頭要怎麼著地 這個是問題喔 頭著地的時候 鼻子要不要著地 你想想看喔 還是我就這裡頂地 還是這裡 你要自己看 要怎麼樣才對嘛 剛才講的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嘛 你拜下去當然對呀 就教你啊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的心有沒有到 我手伸出去 翻蓮花掌的時候 是在額頭這邊翻 還是伸直翻 有沒有 你都沒有啊 你心都沒到 拜下去的時候 腳呢 腳趾頭要翻過來 腳掌貼平呢 還是 去菜啊 拜下去多久要起來 你也沒想啊 師傅也沒交到那裡 要拜下去就起來了 你到底有沒有拜下去 你什麼叫拜下去 拜到哪裡就要拜下去 所以我們就會去留意到 這個膝蓋的這個 這個小骨啊 這個叫什麼 筋骨啊 要貼地 然後後面這一塊肉 跟大腿的這一塊肉啊 要貼地 黏在一起 然後要放下著 全部放下 這個腹部跟大腿這裡 要黏在一起 全部放下 然後翻蓮花掌的時候 一直要看 放下放下 全部放下 全部貼在地面去 那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身體是縮得很小 說到最小 說到最小 也就是你的所有的經絡 拉到最長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要怎麼起來 要站到什麼時候才叫做起來 那個時候站到直的時候 其實是身體最小的時候 你站直的時候啊 是經絡是最正常的時候 然後你站下去 是所有的關節 通通壓下去 通通拉出來 拉筋全部拉出來的時候 是最長的時候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內彈層 你自己要去用心 心要大 心要大 當你內彈層全部走一遍 外彈層也全部走一遍 你這個都走的時候 其實喔 內彈層外彈層 你是會改過好幾遍 光是這個杯子 是有蓋子好 還是沒蓋子好 還是放這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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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會改好幾遍 不會一成不變 因為你每一改一次啊 會覺得會更好 會有更佳的方法 當你這樣子內外彈層 一再地讓一再地讓 心一直到的時候 我跟你講 菩薩就跟你相應 就跟你相應了 跟你相應了 跟你相應的 差不多了 你那個都已經摸過了 因為你心到你才會摸到 心不到你沒摸到 菩薩不是要你做得多好 是要你心真的全部讓一遍 菩薩就跟你相應 你說要怎麼成就 就這樣子啊 我拜佛拜差不多三十萬拜 差不多啦 我再算大概二十五六萬的樣子 總數我是講三十萬拜 突然間感覺 欸 有一個很大的震撼 後來我就把它叫爆炸 這個爆炸我發現 身體哪裡有變化 可是我又覺得身體又沒怎樣 所以應該是往好的地方變化 然後我就繼續再拜 從頭再來 所以我懷疑經病沒有拜完 我從頭再來 又大概拜了二十幾萬拜 這個時候大概二十七八萬吧 應該也不到三十萬了 整數就講三十萬總共六十萬了 總共應該差不多五十萬左右了 反正吹牛嘛 就講六十萬了 那時候去開刀 開刀醫生說你死了 我死了 你剩下二十一天 你的身體狀況 本來我是心臟說要換 肝要換 肾也要換 肺也要切掉 淋巴血管癌 又肝硬化末期 這要換一換 後來他又把我縫回去 說不要換了 換了一定死 就死在手術台上 那些器官要給別人用 還有好幾個人可以救 給你一個人用 你又非死不可 乾脆就不要換了 我說你也要換什麼 拔刀給你打開 再給你回去 他說你這非死不可 一個月 你現在出院 剩下二十一天 我說 我公務員可以請假一年 因為笑話 一個月就要死了 還請一年假 我當醫生也有信用 不給 講到最後說 好啦開一個月給你 死的話要說是你要的架條 不是我開給你的 好啦 就這樣子 一個月後我去找他再開 你怎麼沒死啊 我說哪有醫生要人家死的 我不會死的 試試看吧 又拿了一個月 第三次又去 怎麼奇怪 你怎麼不死啊 我說不死還不行喔 跟各位講 就在我感覺身體有變化的那個時候 距離死亡只差一個月而已 那個是你在一直摸索一直摸索 心道的法門裡頭 全部亂過了 菩薩跟你講 好啦可以啦 那不然你就死了 再過一個月 再那個時候就死了 只是在距離死亡前一個月 踩住煞車嗎 只是這樣而已嘛 不然你就死定了 所以心道法門 我跟各位講 他至少救我一命 到現在啊 已經二十五年了 不是二十一天啊 二十五年 這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修行不可思議 是在這個地方 現在很多人來 啊死我矮症啊 你要怎麼 是怎麼樣可以不死啊 不死就不要死啊 那還不簡單 這個矮症 我問你一個問題 從你發現矮症到現在 你的生活有沒有 跟往常一樣 哪有可能 那你就非此不可 你發現病以後 能不能夠如如不動 這很重要啊 你沒有修行一定大亂嘛 一定大亂 這個就定律啊 這就定律 所以修行這定律是很重要 一定要有定律 那定律要入定 你不入定不可能有 那如何入定 這個就是修行上的第一個要件嘛 修行禪定不能入定 哪有禪定 所以這都是問題啊 因為基本上的狀況 所以前行的部分的準備功夫 一定要弄好 你既然想要修行的話 那就要從進化工程開始 從進化工程開始 那才有可能 那我們剛才跟各位談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子具備這個 從策用心一直到善用心來 這個善用心 其實我們有很多人是有事業用心 就能做學問啦 專業啦 事業啦 等等這些 所以專業 專業很多啊 包括那個阿嬤在家裡煮飯跟洗衣服 他很單純喔 但是他很專業喔 我們阿嬤做的菜就那麼幾道菜 但你回家吃不膩 餐廳的菜很好吃喔 你給你連續去吃一個禮拜看看 你說一想到那餐廳就會吐 為什麼 因為他執意有賺錢的心 阿嬤做飯菜給你吃 沒有賺錢 他只有愛心 因為他會用愛心 就變成他的專業 所以家裡的媽媽阿嬤洗的衣服 穿起來特別溫暖 對不對 我們年紀會講說 太太洗的衣服穿起來會比較溫暖 為什麼 因為有愛 那個愛的洗衣粉才真的是 洗衣粉 你買的那些什麼洗衣粉 他是要賺錢的 常常都是污染洗衣粉 對不對 關鍵在這個地方 所以會失業用心的人 就叫善用其心 但是呢 這個用心是在對外 假如你人生有所覺醒啊 這種會失業用心的人 轉過來自省用心啊 他修行就很快了 很快 自省用心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聚焦在神與異業上 這個叫自省三業 第二個是觀五音流轉 第三個六根門頭的狀況 這個裡頭啊 這個是進入到真正修行上講的 那麼正用心是入定以後的 所以我們這裡通常不講 一般來講是這兩個 你能夠到善用心來要修行 就是說你覺醒要修行就快了 假如你不具備失業用心啊 要進入自省用心來修行 從這個善亂用心來 要轉到自省用心是不可能 業障一定很多 你的挫折會很大 而且你會覺得齁 我修行修了老半天 有修等於沒修 因為你是這種善用心的人 那這個亂用心的人 是不修還好 修的就一塌糊塗 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兩個部分我們都跟各位交代了 所以你想要真正修行 要調到善用心 也就是從這個地方 隨機命體獨頭意識啊 要建立思維 這個思維就是事業用心 然後進入善思維用心 就是自省用心 然後再訓練才能夠進入正思維用心 到正用心來 這個都是相關的 相關的 這個我們叫自量道 叫自量道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你事前要準備的功夫 這些功夫沒有的話 你的修行是有障礙的 絕對有障礙 這是沒辦法避免的 不是說師父不教 也不是說你不修行 你怎麼樣都不是 都不是 真正的問題就在我們自己的業障 你的業障就在於 你這獨頭意識 誰機命體 沒有辦法形成思維 沒有辦法形成思維 你要形成思維 才有辦法 是說是事業用心 所以你只要想到 想修行要進道場來 一定有執事要你做 道場裡面給你做的事情不多 你如果要拍菜包 去拍菜包也沒關係 菜包要拍得好吃 不要拍到生糖 對不對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都做不好 那你怎麼修行嘛 所以你會發現 在修行門中啊 很多都是靠佛吃飯 因為他是善用心的人嘛 你這種善用心的人 你這種善用心的人 就沒有辦法進行 我這個善用心啊 沒有辦法進行真正的 精密的工作 修行是很精密的 他最主要是 你要解決困難的能力 要解決困難的能力 你沒有解決困難的能力 你絕對沒有辦法構成思維 因為你為什麼會有獨頭意識 你一直在逃避 因為這個一個命題 獨頭意識 簡單來講 隨機命題嘛 這個命題一產生的時候 你一定會面對問題啊 那就要去解決問題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我這個命題 是一個沒標的的命題嘛 他一定有標的 為了達到那個目標 這當中有很多事情你要去克服 但是你沒有解決問題能力的話 你就會開始逃避跟閃爍 因此你的每一個意見 都是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你就不能構成思維系統 那這樣的話你根本沒辦法修行 說好我要念佛 念佛那麼麻煩 我來誦經好了 誦經這個更麻煩 不然我來持坐好了 持本尊坐 有本尊加持 結果念了半天 又要管本尊 又要搞什麼 弄到最後都 每次持坐都睡著了 那聽說打坐最好 都不要那麼多東西 結果坐在普團上 就出八戒 找蜘蛛精 蜘蛛精去找唐生 那這個時候 你又開始坐在那邊 胡思亂想 這也不行 不想 不想就坐在那裡睡覺 那你會一直在這邊繞 所以八萬四千法門 你隨時可以換 那你怎麼成就 你不能成就 因為修行就要解決你自己的困難 我心沉不下來要怎麼辦 你要想辦法把心沉下來 所以念佛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念到最後 我剛才安到哪裡了 因為念那天 我剛才又算到哪裡去了 那這個不行啊 那這個問題就要你克服 別人沒有辦法幫你啊 所以修行這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要去解決你的問題 那就來 師父我每一次念都跑掉了 那我有什麼辦法 師父有什麼辦法 我可以不跑掉啊 這不是一個命體的問題 這是你自己要去克服你的問題啊 你沒有解決這個困難的能力 你還怎麼修啊 這問題就在這裡啊 所以一個思維的建立啊 其實就在解決困難啊 要解決困難 等問題發生你要解決就難了 問題已經產生了 你怎麼解決 那一定很困難的 那你要的是什麼 善體思心 先從本質上來 我這樣做對嘛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效果會更好的 讓你天天進步 實時進步 到達子餘至善嘛 在到達子餘至善之前 不是對錯的問題 因為心到的那個東西 不是對錯 你說我這個放這樣好啊 要不要蓋子啊 這沒有什麼對錯嘛 你心到就好啦 你如果要蓋子 你就弄蓋子的嘛 不要蓋子就不要蓋子嘛 這很簡單啊 但是你就不能一成不變啊 一成不變心沒到嘛 這個就是一個修行的關鍵嘛 修行的關鍵不是對錯 在於你心要大 關鍵在這地方 所以 對嗎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子餘至善你就不要管他了 對不對 你不要想說我現在到 我明天就要子餘至善 那你一定是苦命人 你把目標定在眼前 你一定累死了 我把目標定在無限遠的地方 我只要一直努力就好 那你就沒有逼迫了嘛 那你就沒有逼迫了嘛 你把目標定在明天要到達子餘至善 我看你今天就不要睡了 對不對 那明天沒到達子餘至善 那你就崩潰了嘛 所以我們定於這個子餘至善的東西啊 並不是你這輩子要到達的 師父我不敢發願 我發願喔 我都欠菩薩 我都做不到 本來發願就叫你做不到 誰叫你發願 你這輩子一定要做到 眾生無邊是願度 你做得到 對不對 對不對 煩惱無盡是願斷 你做得到 法門無量是願學生經喔 你想做到就錯了嘛 所以我們這個子餘至善是 你在無盡的超越過程當中 無盡的超越啊 那你怎麼會有盡呢 就跟你講無盡的超越你還有盡 這不可能的 所以在子餘至善的這種東西 是在用無盡的超越以後到達子餘至善嘛 所以子餘至善並不是目標啊 他是以無目標為目標嘛 什麼叫子餘至善嘛 他沒有跟你講叫子餘至善 像我們賺錢也是沒目標啊 反正越多越好嘛 多多益善 哪一個人說好了夠了 我賺到這裡就好了 其他我不要賺了 沒有啦 都是一直賺下去的 叫你說少賺一點 你說怎麼有可能少賺一點嘛 除非我賺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子餘至善不是目標 他是要你無盡的超越嘛 所以你要具備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對於這個心啊 你要去體會它 它的存在 這個心有存在 善體是心 它存在 你才有可能善用其心嘛 心都不在啊 你怎麼善用其心 無法用啊 所以這個都是基本上的一個條件 當這些基礎條件沒有的話 我們很難再講下去 你要講修情 那你就自己 自己爽快就好了 對 今天唸佛唸得好高興啊 好吧好吧 高興就好了 有什麼好處 很高興嘛 對不對 在修情變這樣的話 那就不對了 那你原來什麼了生死啊 初三戒啊 那是講好玩的 關鍵在這個地方 就是修情的要領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四一回憶圖 這個地方喔 他應該來講是 普賢聖前行 觀釋 觀釋 釋派 修法 其實是依 非義 因為 佛教徒看禪定啊 認為是外道 所以叫共外道 甚至於就不屑外道的這個東西 小聖是講果位 修圖喊 斯多喊 阿那喊 阿羅漢 所以呢 我們不要承定 大聖呢 更講破獲正真 又不屑小聖的四國 他不知道要正什麼 普賢聖講信位 實信位 其實 這四個東西是一 非義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看 這個地方是講他們真正交叉的地方 我們看下面 這個地方是講 在下面 你要修行啊 這個是正法 讓你覺悟 正法讓你覺悟 讓你覺悟 那你覺悟 你就從始覺開始 始覺覺什麼 覺我 噢 原來我不覺 不覺什麼 不覺我有本覺 所以這個叫前三覺 有了這個覺悟以後 這個是一種摸索 它覺悟以後呢 我們才有開始 發心入道 修行 所以先經過淨化工程 四化工程 跟激化工程 這個激化我們叫動起來 動起來以後啊 它會有內心定 然後經過自行用心定中進 再產生念頭 這個叫靜下來 動起來叫靜下來 這是一個前面的過程 這個我們叫淨化產 假如你不經過這個過程 那你的修行一定在香水海裡 這香水海就是修行陷阱 看陷阱圖 你自己不知道怎麼修 你就自己修 我就自己開始修 自己感覺良好嘛 七重金山 七重香水海 你就一直修 然後呢 有一點福報的人 他喜歡辦事 服務眾生 替眾生辦事 有沒有 受驚啦 這一類的 治病啦 有沒有 那台灣的話 淨化妞啊 冠入院啊 就是這些東西 這個叫堅守天 慈化慢天 花慢就是一種理想 包括蓋醫院的也是啦 或者是 主張某一種法門 一直要人家修的 都是慈化慢天的福報 常放一天啦 這個是很麻煩 他已經無修無正啦 他不必修 他已經到達那種空性的境界啦 其實他是到達某一種 舒服慘的慘定狀態 舒服慘的 這個叫無明定 這個都叫做修行陷阱 這個叫修行陷阱 這種修行人 他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在這裡面的人 是修得很痛苦 修得很痛苦 來到這裡的這三天 是有福報的 大概這三天的人 都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修行從這個地方開始 按照那個方法來 是從四天王定開始 所以你再看回來那個圖 從這個圖裡頭看喔 這四個是約 本體講的 這個地方啊 是約相而言 有位子 所以他是從四天王定開始 道律定 夜魔定 多歲定 所以這四個啊 是跟這四個重疊的 他從本體講是這樣 那麼你的功夫大小 力道如何 就按照這個位置來講 道律定 這個多歲定啊 多歲定是一個轉折點 因為多歲定有外院內院 他的意思是 你從這個地方可以轉外向內 進入彌六內院 就橫出三界 你看上面 這個橫出三界的點 是在這個地方橫出三界的 從這個地方出三界 所以我們常常講橫出三界 從哪裡橫出三界 是從道律定橫出三界 這裡面的理論相當多啦 相當多 我們沒有 現在 因為這是禪堂的東西啊 我只是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包括我們這修法的特色跟關鍵處 六個關鍵在哪裡 怎麼走過來的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修行的過程 你要修行一定按照這個步驟 一步一步來 每一個步驟如何進行哪些工作 哪些要靈 這都不是啊 台灣講的叫什麼 後蘭節就過了 大陸說忽悠一下就好了 這不也沒有辦法忽悠的 因為這是一步一腳印 因為你這個下面的工程 沒有辦法做 這一個下面沒有 這個是 你看看前三覺的那一章 這個地方 這個史覺 這個物啊 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透過佛教的摸所覺醒 從這裡來 另外一個是人生理念模式的覺醒 通常會有事業用心的人 是有人生理念的 那沒有事業用心的人 也會跟人家說人生很苦啊 那個叫無病身癮 他不認 因為你知道 有人生理念的人 他承擔過責任 對不對 他也確實用心過 他被逼迫過 因為他有責任 然後也確實完整的經營 有過那個壓力 他確實覺得人生這樣苦 沒有意思啊 幾十年 因為青春好在那裡 所得來的就一生是病啦 沒有好好的生活過啦 雖然有太太有子女 沒有好好跟太太相處過 也沒有好好跟子女講過 也沒有好好跟子女講過 談過一些什麼理想啦 願景人生交易什麼 都沒有仔細的談過 覺得說這樣人生很空泛 假如我能夠重新再來 我才不要這樣過 那要怎麼辦 這個就問題啦 所以這一種人生理念 是因為他有過那種逼迫 而認為沒有必要有那種逼迫 所以他覺醒了 他發心入道 那這種修行都很快 都很快 一般這種修行人 有百分之八十會退心 會退心 因為他從佛法來 常常八萬四千法門 他換來換去 修一修又修回去啦 台灣話講 修一修都能夠修到回去 結果修行的修變成收攤子的收 就會倒回去 但是這個大概有百分之八十都會成就 經過人生理念 因為他有事業用心 從這個地方來的人 大腦搜索模式的這種覺醒 他會真的想修行 可能在生活中 臨時受到逼迫他想修行 所以當那個逼迫消失的時候 他要退回去啦 但這個東西不會 因為他確實承擔過責任 而且也深受那種痛苦的逼迫 所以他的修行很少會退心 很少會退心 除非他沒有找到指導者 沒有要領 那就一回事啦 所以這一個兩個 我們在看 是以這種人的修行比較好教 因為他單純 這種人因為懂太多 你一教嗯 你一這麼講他就嗯 能源經怎麼講 圓絕經怎麼講 微謀奇經怎麼講 法華經怎麼講 都去死後哪裡 對不對 你又要來這裡學 然後又有一堆你的東西來 那怎麼教嘛 所以這個就 他不容易成形就在這裡 甚至也有人還講 師傅 我聽你講 已經講了二十年 我還要這樣修嗎 我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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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了二十年 就不用修了 聽了二十年就變成都雜訓了 他已經障礙你修行啦 因為你聽了二十年只是苦 苦聖地 苦疾聖地 跟苦滅聖地 你苦滅到聖地 你根本沒進行嘛 對不對 所以聽的話是這前三地 這第四地是你心法的部分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一個基本認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政法跟心法是不同的 而我們絕大部分的人 是把政法跟心法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就麻煩了 就麻煩了 這個 不管怎麼樣來講 這個事啊 處事的歷念是很重要的 處事的歷念要沒有的話 你幾乎根本沒辦法進行修行 所以我們才說 你只要進道場來 一定要把這個事情 要重新再過一遍 你處事的那種歷念 就練打 人事啊 為人處事能練打的話 那你要進去真正刑法的高階 那很快 因為剛才講的那個部分 那一到十一點很快就會超越 很快就會超越 很快就會超越 你再看一看 這個地方是我們很難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是一個點 這裡是分十一個階段角 它一共是十八個點 你拉下來看 這是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到這裡是十八個點 十八個點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頂門 所以這一條路 來到這個地方開始 這個叫捆達尼尼 叫捆達尼尼 那我們一般來講 第七點是海底輪 從這個地方開始 正式修行 這第八 第九 這個 一直算過去 捆達尼尼 捆達尼尼 捆達尼尼是什麼 你現在弄到最後 捆達尼尼尼 就脊椎中間有一個管子 是中空的 然後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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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上去 可以啦 那很多人是這樣講 他不是講那個東西 講的是這整個修行的過程 叫捆達尼尼 生命改造的工程是這樣 他從色身舉例來講 是那麼一個狀況 你要在那邊 找捆達尼尼那一條 根本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他從 與其相應部 就是六世紀以後的修行來講 他們都是主張捆達尼尼的這種講法 可是在五世紀以前 就已經有四個系統了 就我們剛才跟各位分析 涅槃系統 尋世系統 跟菩提系統 還有三昧系統 但是講的是同一個東西 這個是修行的兩個 兩個系統 就早期的系統 跟晚期的系統 是兩個 捆達尼尼 其實所修的內容 還是這個內容 但是 與其相應部是這樣 他是外面有一個外佣 佣啊 佣就是人之旁那個佣 那禪的行法是以自身為本尊 為佣 整個禪堂啊 為坦承 所以他很簡單 那你修密法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有一個外相的佛像 然後你要跟他合在一起 那你佛像最好造個漂亮一點 要不然你合在一起 你就跟他一樣 長得那麼難看 這個在行法上 密法他有依 所以容易下手 但是因為有依 他很難超越 所以他就不好成就 那麼禪法修的是重題 密法修的是重用 所以通常是體成就以後 你再去講用 可是現在的密法變成 體用要同時修 那你體假如不能贈得 你的用就虛了 就虛了 那個神通會騙人 所以你要怎麼樣得本體重於用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立場 沒有體你不能一體起用 那你要一體起用一定要二體 那你無體不能起用 純粹靠外在的那種神通來用的話 那是虛範的 是虛範的 所以你要留意到這個修行過程裡 他所講的這個東西 你的三根夠的話 這一次就可以通過了 一次可以通過 那這個地方是真正修行的功夫 這個我們在禪神堂 這個是講得很清楚 現在要講的這個部分 如何去 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產生念頭 這個念頭不是一般講的念頭 我們在講的念頭 是意識形態 第一個冒出來的念頭 那是意識形態 這個念頭是第一念第二念 從本體念來的那個部分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從修行上來講的重點 跟我們一般所說的大不相同 大不相同 這是這個部分 今天簡單的 我先把這個部分 跟各位談前行的部分 那 詹茶山葉預報經上面講的 這個維新事官 是已經是到這個地方來 你看 這個地方開始有嗎 我們講 習性維新事官 習性真如事官 在這個地方 這是解形匹波射那官 這是解形什麼他官 他是一個一個來 那麼這個地方先信 怎麼樣習性這個東西 怎麼樣習性 練習 那你要產生信心 那這個東西 修行啊 有很多東西 我們不 無法很正確的表達 像我們再跟各位講自信一觸 各位假如聽經大概常聽到我講 自信一觸這個東西 自信一觸這個東西啊 我一面講一面再懷疑說 大家到底聽得懂不懂 結果自信一觸是以守豐門為主 就自信一觸在豐門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講語言 是很討厭的東西就在這裡 自信一觸在豐門是沒錯 絕對是這樣講 那要自信一觸在豐門幹嘛 是指 你對於呼吸的習出習入啊 吸臂 吐臂 要很清楚 吸氣完臂氣 吐氣完臂氣 這個功夫你要清清楚楚 那麼只講這一點啊 你還感覺不到 它是一個動態的喔 自信一觸不是就死在那一點喔 對不對 那你這裡用個夾子 現在女孩子很喜歡在這裡弄個 對不對 鑽石把它扣在這裡喔 那你就會一直自信一觸 不是那個意思 是指你對於你的呼吸 要清清楚楚 這是指單一來講是這樣子 可是真正自信一觸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要講就很討厭了 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個詞 在修學微信事關的時候啊 它告訴我們 一般人都是什麼 內心無忌 內心無忌 你做過的事你的心都不知道 不記得啦 這個叫無忌啊 那麼要想修行啊 你就要守忌內心 你要留意到 守忌內心就是 對於你所經過的事都清清楚楚 所以你要知道 守忌內心就是自信一觸 自信一觸就是守忌內心 你看看那這兩個詞 怎麼會是畫等號呢 那修行就在這裡 它就是要你設心嘛 對於你一生所經過的事 你要清清楚楚嘛 那這是修行的起步啊 所以守忌內心就是自信一觸 你說這兩個詞怎麼搞的嘛 禪定不是要心一靜性嘛 心一靜性就是自信一觸 那自信一觸 你現在又等於守忌內心 那守忌內心 是不是等於入初禪定 五覺知當中的一支嘛 我跟你講 就是初禪定的 五覺知的心一靜性 就是守忌內心 你不能守忌內心 你沒有辦法入初禪定 而你要入初禪定 你一定要能守忌內心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言語的辯論問題 是你自己要真正去感受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又感受不到 這下面就沒辦法講了 所以跟各位講 修行一定要很 擁有一種很強烈的 很旺盛的那種生命力跟生命感 沒有那個生命力跟生命感 你感受不到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這部分都是初學 在我們在講高級的時候 生命是怎麼產生的 你假如對於生命的產生 你體會不到的話 你根本沒辦法修行 就高階啊 其實也不怎麼高階啊 我們只要你在用心到維繫處 對於生命的降生 你是應該會很在意的 可是我們現在修行完全是在做知識的運用 事物怎麼講 事物怎麼講 那你就完了 它是一種生命的感受力 那感受力沒有的話 你怎麼修啊 你修的都是知識而已啊 那我講的很多啊 那你知識豐富有用嗎 不是知識 是那種感受力的存在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假如那種感受力沒有的話 修行都白大了 因為弄到最後只是一堆知識而已啊 所以我們現在在 剛才講這個前三訣的這個部分 物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它到最後很難 有80%會退薪啊 這都是知識化嘛 你從苦極命到十二因元法 種種佛教教義來的 到最後都修不成的原因就是 雜訓太多 雜訓太多 從人生理念來他有修行 因為他沒雜訓 怎麼修啊 也沒聽人家講過 他本來就不是佛教徒 你叫他修行好 容易成就 因為他單純嘛 所以我們有個故事講啊 一百元三百元五百元啊 那那個說我老師你聽說 你音樂教得很好 跟你學會有成就 那我想來跟你學 他說以前有沒有學過 有 我跟Pasaroti學了 也跟鄧麗君學了 也跟王昭君學了 也跟王昭君學了 學了一堆 現在他說可以五百塊 另外一個說你有沒有學 也有 學校老師教音樂 我有跟他學 這個三百塊 另外一個 我爸說不會唱歌 太沒氣質了 我不會唱歌 來跟你學好不好 他說好 多少錢一百塊 人家說那學那麼多 為什麼五百塊 這個都沒學的一百塊 他說對 他都沒學我來教好教 從王昭君學到鄧麗君來 這個麻煩 要全部擦掉以後才能夠再教 那怎麼辦 擦掉的成本功夫 比教他的功夫要大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你從這個大腦摸索來的人 很難成就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你學太多了嘛 講到最後都是君 王昭君也是君 鄧麗君也是君 那這怎麼教啊 那個反而都不懂得好教 關鍵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一個 應該要有的一個認知 一個認知 好吧 今天就一下子不小心 兩個鐘頭一起講 謝謝 這是你 阿祟 拿這個 三十五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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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願意 這不留意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